秋冬季节来一只热腾腾的烤鸡是多么幸福的时刻 国际福人3490地区花莲吉安福人社的秋季关怀 就捐赠了110只的烤鸡给花莲有7个社服机构 让社区的长辈和小朋友都可以品尝到美味的烤鸡 也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关怀 香喷喷热腾腾的这箱烤鸡美味多汁 光是视觉和嗅觉就让人忍不住垂弦三尺 更别说柔嫩的鸡肉放进嘴里头是多么令人满足的一刻 为了让机构的长者和弱势孩童也能够享用到幸福的美食 国际福人3490地区花莲吉安福人社的秋季关怀 就选择捐赠热腾腾的烤鸡给社服机构 在这个秋冬交替的季节 我们凝聚吉安福人社所有社友对在地社区的老大人 还有小朋友的关心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一个捐赠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这个活动是吉安福人社 一个小小的力量能够唤起更多的社服团体 或者有能力的公司来支持 来关怀我们社区的老大人跟我们的小朋友 让他们在这个季节能够得到一点点的温暖 今年因为我们有一个社友 他开发出非常好吃的勇哥探考这相机 那我们吃过很多次 我们觉得应该要把这个好的口味 跟社区的老大人小朋友们分享 这次捐赠单位包括了花莲县老家协会 壁士大教养院 花莲善目中心 智障福利协境会 家福中心 花莲芥菜总会 还有东区老人之家等七个团体 谢谢在疫情那么严峻之后 虽然最近比较趋缓 但是其实在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其实大量的物资跟捐款是下降非常多的 那今天很谢谢吉安福利社捐赠了烤鸡 给我们照顾这些不幸的少女们 让他们可以享用很开心的一餐 那也谢谢他们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以血中送炭 谢谢他们 那孩子都很期待 很难得 是不是这样热人很疼的烤鸡 可以给我们安置的家园享用 很谢谢邱社长他们吉安福利社的爱心 谢谢 我们非常少机会吃到烤鸡 对 孩子很期待 对 大家都非常开心 110只热腾腾的烤鸡 温暖了弱势长辈和小朋友们的心 吉安福利社希望可以借此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社团来关怀社区当中 需要被帮助的相亲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 本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